我是莉莉安心语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制定各种各样的目标或者说是目的 那么可是我们在制定了目标或者是目的之后却往往很难实现 有没有什么就是一目了然非常方便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记住自己的目标和目的 而能够朝着自己的目标和目的前行呢 今天我想来介绍日本一位非常有名的棒球运动员 他叫大谷祥平 他从高中时代就采用了曼陀罗九宫阁目标制定法 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制定他的目标和目的 结果他在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和目的之后 他非常顺利的进入了一流的职业棒球球队 而且在这个棒球生涯当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 那么他采用的这样的一个曼陀罗九宫阁目标制定法 也被日本的很多名人所推崇 我自己实践了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有效 因为他一目了然的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和目的 而你也会在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目的当中 去按照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去努力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看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他这个当中的话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明确的区分了目标和目的 比如说大谷祥平 他的目标是希望被这个日本著名的职业棒球 八球队指名为第一 为了实现他这样的一个人生目标 他需要从八个方面来进行努力 第一的话就是身体体能构建 第二是掌控力 第三是稳准狠 第四是坚韧的内心 第五是速度 第六是为人处事 第七是运气 第八是变化球 那么为了实现他的这个终极的人生目标 也就是成为八大职业球队指名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他需要从八个方面来入手 来让自己就是更增强自己的这样的各个方面的一些能力 让自己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那么针对这八个目的的话 他又采用了九宫格目标制定的方式 对他们进行这个扩展和延伸 比如说在培养自己坚韧的内心方面 他需要做八件事情 拥有明确的目标目的 不一惊一乍 保持头脑的清醒和心中的热情 有很强的应急能力 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起伏 执着于胜利 不为周围的氛围所左右 有一颗关爱队友的心 我们再来打一个比方 在增强自己的运气方面 他也为自己设定了八件事情要来做 每天的话都去会看一看这样的一些事情 然后来强化自己的记忆 保证自己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被延误 比如说要热情的打招呼 认真的呵护维护并使用道具 乐观思考 成为能够被周围的人所支持和帮助的人 读书 注意对赛事裁判的态度 打扫房间 顺手捡垃圾 那么自从大谷祥平采用了 这个曼陀罗九宫阁目标制定的方法之后 他就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终极的人生目标 而最终他在五六年之内就达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大公祥平所采用的这个曼陀罗九宫阁目标制定法非常好的一个方面的话 是你在一张纸内你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你要为这个人生目标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每天早上和晚上你都拿出来看一看的话 你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目的 如果你有自己明确的人生目标和目的的话 你就像一艘行驶在大海上的航船 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方向 而且你会为就是朝着自己的方向去做各种各样的努力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能够尝试用一下这个曼陀罗九宫阁目标制定法 来制定一下你的人生目标和你的目的 然后围绕这些目的你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每天早上往上都反复的看一看 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目的 这样的话我相信你会离你自己的生活 离你自己想要的目标 离你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